哈啰 各位商业馆的粉丝朋友们 大家晚安 又来到我们的每一周 音乐与人生单元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 能邀请到 我们这位跨界艺术家 汤雅玄 汤老师 来接受我们的专访 我们请汤老师先跟粉丝朋友们 打个招呼 大家好 大家晚安 在这边 跟大家问候一下 那也 顺便跟大家报告一下 之前 我去总统府前面 辉豪被公车夹伤的事件 现在 已经慢慢快要好了 所以大家不必担心 我想说 很多粉丝朋友们 很担心你们的状况 因为发生这件事情 但是我们已经 约定好的这个时间了 对 那这个还是 这一个 有点抱病前来 非常感谢我们那个汤老师 今天我们也是 非常难得邀请到 这个 这么年轻 但是他艺术成就非常高的 一位艺术家 那事实上 他是跨界 所谓跨界就是横跨 先是从书法绘画 到了传科 最近又到了当代艺术 当代艺术 那这个跨界 这一个对于您 有大概一个简单的介绍 我们请那个小编 帮我们照一下 那个 投影片 等一下 汤老师 他说 他自幼 游异于 这一个 音律 及绘画 后来诗成琵琶大师 牛泽海 王正平 那这一个 我就觉得想要请教 那个汤老师 这个 从小您这样的一个 一个 成长的背景 是有没有特别的家庭的因素 其实就是我觉得 我们是有这样子的遗传 就是在音乐跟绘画上 就是可能有这样子的遗传 然后再来就是说 从小就是大概 我爸爸就是他的两个下属 就是跟我们住在同一个社区 然后呢 他其中一个下属的 两个儿子都是在这个绘画上 就是有兴趣 那所以我就从小就是 会跟他们一起 就是 放大一个 对就是一起跟他们玩啊 什么或是画画什么的 然后我的一些表姐 或是表哥他们就是 或是其他的亲戚 他们就是在绘画音乐上 也都有这方面的兴趣跟天赋 那所以就是我觉得是耳濡目染 然后再来我妈妈 其实她就是年轻的时候 我外公有让她 学这个服装设计 那所以小的时候 我就是我的印象当中是 我有时候就是坐在我妈妈的那个书桌上面 然后就看她在画画图这样 然后她就画给我看这样 然后我觉得她有时候会画那个人 头上有像牛的脚这样子的 那我就觉得我们蛮好玩的蛮特别的 那等到我比较大的时候 因为我坐在桌上的时候 那时候大概是两岁左右 两岁啊 对对 那等到我大概三岁的时候 其实两岁的时候就开始拿笔乱画了 三岁的时候就开始会模仿 妈妈画的东西这样子 对 可能我觉得也有天赋的原因 也有这个成长背景 就是你的家人 你的父母 你的这个兄弟姐妹这样子的 就有点 大家都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 孕育您的这个艺术的涵养 那当然这个还是要跟随这个老师来学 后来有这个音乐方面的 不过现在好像你是不是比较没有 还是说偶尔会有抵取到音乐的部分 现在的话就是我在音乐的部分的话 其实从小就是也是会touch 到那等到就是高中的时候 要考大学的时候 其实父母是反对我走音乐这一条路的 那甚至就是你要走美术他们也反对 小编可以帮我们换一下镜头 然后呢就是说 那后来就是有一个因缘 就是因为我的高中老师 美术老师是郭敏夫老师 他就觉得说我很喜欢画画 那所以他就一直鼓励我走这一条路 然后呢 那我的表姐 他也蛮支持我走这一条路的 还有我的姑姑 然后就是后来我就 因为他们的支持 我 然后这个郭敏夫老师 他又支助我到画室学画 那所以就走上了美术这一条路 那现在是其实 这个在这几年当中也遇到这个 一个就是 一个声乐老师 那他就 他就是范光智老师 他是这个 以前大学的教授音乐系的主任 然后呢 他就觉得说 他觉得我的作品就是 小冰先帮我们调镜头照我们主播 照我们规定 可以 就是说他可以看得出来我的东西是有一些 就是音乐的东西是在里面 那他就希望说我可以把音乐的东西再找回来 那所以他就 他就会教我声乐的东西这样子 那只是说实在想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我要时间 就是没有办法那么集中的时间去学 把这个东西全部学 这变成一个 只是说我在这个创作 美术创作的路上 他是对我来讲是一个资源 一个观摩 观摩这个领域的一些资源 可以运用到这个美术方面 对那 我就必须 那我们艺术家还是给生活嘛 那没有办法完全就是 自己想要做什么 想要学什么 那我们就去放手去做 那所以我们变成说 有空的时候可能去学自己想要学的东西这样 我想可以我讲一下我的想法是这样子 因为很多艺术表现是一种形式 但是形式还是发自于你内在的 你的内涵 你的体育 那像你有受过属于音乐方面的训练 不管是属于琵琶 或是其他乐器 然后我们同归叫做音乐方面 那但是这个音乐方面 现在虽然没有是说一个表现出来 可是现在你用废话 用书法 用撰刻 我看你们的作品很多的给我的感想是 有那个叫做 类似好像舞蹈 比如说那个 今天可能介绍不到你们的作品 不过我们的最后面 可能会看一下你们的作品 我的感觉是 就有点像是一种 那种文字在舞蹈 舞蹈 像 也有一个 李平家形容你的字 是像龙飞 像凤 不是说那种 把人家说 那好像贬语就是说 你字写的龙飞凤 有一次我的老师也是说 我字写的真的是龙飞凤 但是那个他就是意思是说 实在是太 不是很方方正正的 写字应该要方方正正 让人家看你懂 我写的字也是 像草书一样 龙飞凤 可是如果是说 有在一平家 平米的书法 有这个龙飞凤舞之事的话 其实是一种很好的评论 但是呢 舞蹈就跟音乐会有关系 所以这个事实上我也正在想说 您的艺术表现事实上也受到您的这个 音乐的寒冷所影响 对 因为这个是内在的 不是借由 你现在去演奏武将乐器 叫做音乐 那事实上 现在你的 呃 看似好像都是一种平面的 平米的这种 艺术表现 可是 含有这个 叫做音乐的这种 结尊在里面 对 对 像 比如说我在大学的时候 我的草书 其实我 有一件作品 是要表现的就是 就是把音乐性放到里面 因为我音乐 其实里面是 有 有强弱 还有休止符 等等的这些 那所以我的这个草书作品里面 他就是 会有比较 对比的粗细 或是浓淡 或是字的大小开合 这样子不同的变化 对 没错 对 没错 我在历史还有个点故 就是 对不起 我这个不是专家 我只能用 我知道的故事 就有一个 有时候说画家 看到一个叫公孙大娘文件 嗯嗯嗯嗯 他就 他就 他写出来的书法 就是像他的那个 五件的那个 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动作形式一样 我不曉得 忘记是哪个书法家 嗯嗯 比如说 这个 这个书法的表现实际上 也是跟 像五 五是有 有相关利益的 对 那五又跟这个 音乐韵律 是有关系的 对 所以这个都 彼此都是 互通互通 那我们就是 这个了解一下 您的这个 好像是 一种成长背景 到 等一下要介绍 我们到 因为 呃 您的 艺术表现其实太多了 所以今天 呃 那个 再做个简介就是 后来您考上 台湾大学美术 台医大 台湾艺术大学 这个 没关系 我改一个版本 他下本做了 台湾艺术大学的书画艺术系 对 对 对 专攻这个书法跟篆科 是从李奇茂大师 哦 这个李奇茂大师 我记得在一个网友里面 非常的 感谢他给您的指导 嗯 嗯 嗯 其实我的老师不只李奇茂教授 那很多 那可能就是 大家喜欢把他拿出来讲 那可能因为他比较有名 可能 可能这个也是网路上的新闻去抓出来的 对 对 那个李奇茂老师大概 我大学的时候 他常常 如果有到学校 他就把我叫进去研究室 那他给我很多的观念 那 最重要的他就是 他跟罗正贤教授一样 他都 他们都非常强调 就是说 这个水墨的这些工具 他就只是工具而已 你不要把自己局限在 一个水墨创作的方向 你尽量可以跳脱 甚至你用的不一定要是 墨 可以去找其他的材料来表现的 然后因为其他的材料 他可能他的这个特质 跟这个我们传统的水墨用的材料 是特质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去做实验 去做很多的研究 所以 电大学的时候 其实老师给我很多的观念 然后呢 我就会去找很多不同的材料 媒材去做实验 然后跟老师讨论或是什么 然后甚至他就是希望我 就是做跟学校的同学不一样的东西 这样子 对 那罗盛杰老师他也是非常强调 他就会说 你们有空可以叫李奇范老师师 吃饭啊 或是想看看啊 要怎么样 因为他是教我们的水墨创作 所以 可是因为老师就是 他就说 他有时候找我去 然后上课时间到 他说同学有问题 自己会来找我 我都是习惯就是只有 一开学的时候在教室 还有结束我在教室 那中间他就是 学生有问题 就会到研究室来找我 对 可是他给我很多的观念 对 那这个对我来讲 就是我不是很喜欢 其实我不是那种乖乖排 我很喜欢去做很多不同的尝试 跟以往的这种传统做法有什么不同的 对对对我喜欢冒险法 对那我觉得 他给我很大的那种 创作的空间 对 那那 那奇范老师主要是教水墨的部分 对 那如果是 那转科的部分 转科的部分 其实是 软肠药老师 还有梁乃宇老师 两位老师 主要一开始是他们 带我进去这个领域的 那其实 刚开始的时候 我没有对转科 很 有很大兴趣 因为从小 我大概 从小就是 从小自愿就是当画家 或是当美术老师 从来没有想过当什么转科家 一直到出来教书 也都是这样子想法 从来没有想过 那其实 不过 一直到大三的时候 因为 这个转药老师 还有这个梁乃宇老师 他们都盯我蛮紧的 然后我就觉得说 好像我把这个钻科 磕好了也是 也是不错的 因为自己的水墨作品 就可以用自己磕的印章 所以我后来就认真的去把它学好这样子 然后 然后就是 大概 也靠这个 在大三的时候 在外面赚一点 外块 补贴这个 材料费啊 什么的 这样子 那 那就 没有想到 这个 后来毕业几年之后 嗯 就是在领书 就有人找我要 要科应 什么的 然后就 我就先变成 在这一块的那个 专业者 然后 对 那就 没有什么人知道我会画画 然后是后来因为 教授他们找我去参加什么 连展 他们才会有人知道我会画画 然后 就是这样子 慢慢一路走来 然后 因为 琴茂老师他也很强调说 希望我 往当代艺术方面发展 那他也请这个 蔡志荣老师带我 往这个方面去走 所以 刚才这个 张教授 你说 我在这方面 弄年轻机有成就 我觉得 这真的是过誉 因为我还在学习 那 这个这一次 这个 去年的这个当代艺术的这个 连展 或是各展 对我来讲都是 只是一个开始而已 那我很感谢 那个连展的这个 策展的 刘依林老师 还有这个艺术部位老师 蔡志荣老师 他们 因为他们的鼓励支持 然后 所以我跨出了这一步 对我来讲 他只是一个开始 但关于这个 当代艺术的创作的构想 也是有很多 那也是还没有实现 可是就是 为什么没有实现 就是因为经济上 还有有气 还有各方面时间 那不管怎么样 就是因为他们的关系 所以带领了我 有这个开始 那我也感谢 那一次连展当中 一起合作的艺术家 其实大家都相处得 蛮融洽的 对 那后来你进入光人 就毕业之后 进入光人中学教室 也是教你去办公室 对 我是 但是一开始的时候 他们是找我去教 带他们的这个美术班 那因为他们的 美术班的这个 之前的水墨跟书法老师 他是 他是主攻西化的 所以他在这一块比较弱 那我进去的时候 就是也遇到一些状况 而有的小朋友 他们是面临到 要面对高中联考 或是大学联考 他们只剩下一年的时间 所以我必须在这一年的时间 把他们训练到 可以在这个水墨跟书法这一块 可以去应付这个升学考试 那也还好可以达到我们的期望 然后我一方面他们 也后来就一直就是把所有 因为他们是一个完全中学 所以他们就是连那个 普通班的美术课也 也要我教 所以这个课其实满满 对 对 后来你就是 变成专职做创作的 就没有再继续教训 嗯对 因为后来觉得忙不过来 那其实我自己本来就是 比较喜欢创作 那时候刚毕业的时候 是刚好随便投了一个 还没有毕业的时候 就投履历了 然后结果就 他们其实是两个学校 光人跟崇光都要找我 那后来我就选了光人 因为对我来讲就是李嘉靖 然后 嗯 然后这个就是 我其实是想要准备毕业 就要准备考研究所 可是因为准备教案 就教的年级那么多 而且又普通班跟美术班 其实就是对我来讲 那个复课太重 没有办法去准备研究所的考试 所以最后 最后没有考研究所 那因为创作这边的话 就是我接了比较多的订单 我也忙不过来 所以我只好把这个教书的工作 就把它放弃了 对对对 那因为我觉得说可能 我走 就是走这个创作这一块的话 这个是我一直以来想要做的 嗯对 对对对 其实我在想是说 你刚才讲放弃 应该是放下 因为这种 教书本来就叫教育 对对对 教育那我们其实 您的传 您的创作 如果是有在一个 一个会场展出 有那么多人去欣赏您的创作 事实上也是在 他也是在自我教育 自我学习 他事实上这种 教育学习的场合 是不见得实现于一个 学校的场地 其实您 以我说说 独立专职创作 事实上可能 你所会面对的社会各阶层 对 所以也不见得是说 您就放弃这个教书教育 那我们觉得 只是转换成另外一种形式 对对对 其实也不见得好像说 对是放弃 所以才说 是所谓放下 对 但是我们又提起另外一件 这个创作的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好 那我们现在 呃 要请啊 我们有时间 这个关系 我们要请那个 今天的 主讲者 我们来看一下 那个 可以 可以按下面一张 下一张 好 好 可以不过头了 好 这里 好 那我们请小编来 看我们现在要请 那个 潘老师 来讲我们今天的主题 叫做 转科艺术的欣赏 美泰园 美泰园 那我们就请这个 这个 潘老师 来跟我们解说一下 呃 嗯 我想这个题目 呃 我在 呃 2017年的一个 呃 呃 就是 讲座 呃 也不是讲座 那个是一个 呃 就是在这种 张荣发基金会 他们的邀请 嗯 一个论坛上 嗯 有讲到 这个 类似的内容 嗯 那有 我的脸书上 也有发表过 嗯 就是大概 大同小异的内容 那有些 呃 就是可能初学转科的人 他们都会去 呃 去爬文 也都会看过 那 那我们今天就是 呃 直播再来讲一下 嗯 对 那我们在欣赏 这个转科艺术的时候 从表面上 视觉上 我们感受到的是 一眉眉朱红的印记 可是他却有着丰富的内涵和乐园 他集中表现了中国的书法 印学学理 还有特殊的材质等诸多内容 然后呢 我们用 我们就呃 就是有着比较校高的那个 传统艺术修养和印学修养的人 充当主体 使这种形式变成一种 纯粹的审美行为 嗯 嗯 那作为转科艺术欣赏的前厅呢 我们应该先遵循深入浅出 塑留求约的法则 因为有时候很多人 他问我这个有关转科创作的问题 他们常常我就是给我看他们的作品 或是印稿的时候 我会很清楚的知道说 他们对这个我们这个印学 或是印转科史是没有概念的 那所以他们东西可能会 有的东西就是比较像设计的东西 那你跟他讲 有东西像设计的东西 他是没有办法议会的 所以我会我会强调这个部分 所谓的深入浅出就是要先从 识别中国古文字起 特别识别传书字起结构 那这个要怎么识别 最简单就是你去练传书 你在书役这方面要去钻研 那你才会对你这个钻研这个部分 能够更深入 而且然后另外呢 他们有些人会觉得说 我到底要怎么布局怎么设计 那有的时候我很难去跟你讲 因为这个其实是 他是包括一些内涵的 知识内涵的累积 你记得不要继续透过比如 比如观摩 豪气花纹 钟顶气明文 琴砖汉瓦 或是封印竹简 碑文 符袭等 作为你提高欣赏能力的知识累积 还有培养这个艺术欣赏的兴趣 对 那 所以这个打算一下 所以就是说 一般来讲 你如果要欣赏这个 钻研的印文的时候 至少有些人 可能没有办法很 明确的讲出来到底好在哪里 因为可能连这个文字 可能都识别不了 到底硬刻了 这上面是刻了什么样的文字 那刚刚其实提到就是说 这个就比较需要高的 这个艺术的修养 包括对于文字学和认识 是才有办法去慢慢慢慢 累积到你能够去进入到欣赏 因为欣赏的最前面层次 可能叫做认识 对 你连认识都不认识 那你怎么样去欣赏 对 所以就是好像要有一个阶梯吧 对 要有一个进阶 形成一个概念 可以有办法进入 所以今天那个汤老师才想要先 从这个主题开始讲 对 从他的缘由开始看起 对 好 让我们请汤老师继续 那因为印章的出现最初 并不是因为好玩可爱 而是因为他有用 那从阴商交换的凭证到情探时代 政治权益的标志 他的功能是实用的 那一直到唐宋之际 那个收藏风兴起 所以就出现了千长印灾灾管也号印等 那印章就挤身于审美领域 那从此这个篆科就以纯艺术的身份 参与到我国的审美历史中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认为 印章的历史始于殷商 部学的历史则始于明代的文棚 那在文棚之后呢 我们的艺术领域中才有了一个 新的独立印学的学科 那刚才有众多赤词根实的钻科家 对 所以事实上是有一个历史的源流 对不对 对 那所以钻科艺术这一门学科呢 它是始于殷商 兴与秦汉 胜与明清 钻科印章的这个鉴赏 简言之 在宋元以前是以时代论风格 明清以后以流派论成就 那重在个人风格 所以你初学钻科的时候 一定要先了解 我们现在进行的钻科创作的 主要三种印式 第一个就是无喜 第二个是碳印 第三个是圆珠文印 事实上这个跟它历史背景 这三种印式跟它历史背景 也是有关于它 对 我们换下一张 可以换下一张吗 可以换下一张吗 好 OK 来我们请 好 那所以我们在给初学者呢 最先刚开始 一定要列出这三种印式 那让他们知道这三种不同的印式 他们使用的不同体系的传书文字 对 那比如说古喜的话 它用的是大传文字 那大传文字有哪些呢 王毅的就是金文 甲骨文 石骨文 这些高骨文字 那古喜里面的字啊 大多是错落有字 并不整齐也没有规律 那这个是它的一个特质 所以你就必须 你要怎么样去了解 这个就要多看 多看印谱 那你才会慢慢有概念 那汉印的话 它就是使用缪钻文字 那圆珠文印它使用的是小钻 那其实中国的钻科古往今来的那个印式 除了这三种印式以外 我们还可以表述出来的有 情印随堂观印 还有颂颖观印 还有圆鸦印等 对 下一张 这个是有个印的这个 对对对 那我们就是 我们看一下右边这个祈禧 祈禧就是 这是战果时候的 它是左行领木 那领这个字其实它就是米昌的意思 我先讲一下这个 这一枚印章很有意思 它其实它可能就是 据研究它就是 那个古代这个粮食袋上面的这个 它们会有就是那个封起来的 封起来的 对封起来的那个封明印 这个是 这是盖在一个软鱼上的 用这个印盖软 把它封住 那如果说你要 你把它拆开了 那这个 这个 这个 就是说硬对 这个软鱼这个硬对 你一定要把它破坏掉 那才能够把这个粮袋把它打开来 对 所以这个是 这个是封明印的这个印章 那左边这个是燕起 这是战果时候的 这个是虎翼 然后第三个字它是不知道 因为讲到说古喜 其实有些字它是没有办法辨别 而且那时候战果时代 各个地区有不同的文字 你还没有统一 对 那你会看到这个义的话 它就是像我们的这个太阳的阳 没有左边的腹部 所以有时候有些人会说 这个印章 就是钻科艺术的印章有些字 太难辨识了 看不懂 没办法看不懂 然后可能就会希望说 你用比较能够辨识的字 其实钻科艺术这种它的印章 没有 一般人没有办法看得懂上面的字 那是很正常的 对 因为它是古字 对 那所以古喜在先秦印章 是先秦印章的通称 那目前可以见到最早的印章 大概都是战果时代的古喜印 所以从商朝的时候 我们现在看不到那时候的印章 商朝的话 他们现在就是说 在 其实我们下面应该也是会 下面是有会讲到商朝他们 在我找一下 后面我们会讲到就是秦朝秦印 没关系 没关系 我先大概提一下 这在河南殷商的这个殷墟里面 曾经发现三枚类似的 类似印章的食物 有人就推断说是古喜的起源 那当时那个三枚印章是当时在商代 可是到底是不是还是需要进一步探讨 所以我前面有提到说 我们印章的历史起于殷商 就是这样子 对 所以其实有发现 但是还没有确认 对 那因为我们有时候 大陆那边的这个资讯的话 不一定我们可以很快知道说 而是就是研究的进度到什么时候 而且有时候他们的消息也不是很正确 对 那我们要看下一张 好 秦印 那秦印的话 他在风格上就是 就是战国末期到西汉初 这个通行的这个印章 那他使用的是秦传 那他的书体大部分是秦量权 秦时科等文字 是很接近的 那所以 教战国文字容易辨识 那秦印多为白文招印 印面是常常用田字格 或是以正方形为多 长方形就做日字格这样子 称为半通印 那施印一般也通常是长方形 那风格就是秀丽中也有福气韵 和汉印并为后世传科家所取法 所以我们会常听到这个 就是学传科的话要私情中方形 就是说你要先把这个秦和印这个部分 先能够了解 而且去临摹它学习它 然后再继续往下学这样子 以前我比较知道有印象是说 像印文有 以前我们就比较习惯用音科或是阳科 那这边我们看到是一个叫做白文印 跟朱文印 那事实上一个就是 跟阴科阳科事实上一样意思 是不是指那个白文印印出来的那个文字 就是它是一个白线条 它的线条 朱文印印出来的文字是 红的线条 我们就不理去分到底阴科阳科是什么 反正就是看出来印出来的样子 大概就可以分别 我们再看下一张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是秦印 那这个秦印的话到唐代皇帝的印章就称为习 一般人就称为印 那秦印的文字是秦书八体之一的摩印传 那等到秦小传相近 他跟秦小传相近 没关系就在这边 然后印文它是庄重秀丽 等一下我们再往下看就可以看它跟其他的汉印的区别风格在哪里 那它在这个方形的观印中加一个孔 或是一个田这样子 或者是秦印 那我们再往下看一张 下一张 对这刚刚有提到它也可能观印或是施印都会有这个长方形的就是日字格 这叫做半通印 对 那这个是这个就是秦印的这个一个显著的特点 那再来就是秦印它们也以成语入印 所以这种表现形式在后世也是这个贤章的先导 所以补喜是古代人们在交往的时候作为权利和平正的心物 它反映了社会实用生活习俗和服务术的审美价值 对 那我们再往下看东看观印 我们先打擦一下好吗 好啊 因为这个我们直播有非常多来宾留言 包括我们一些好朋友 那你可以看一下你的三个款的手机 我大概就先 那宜欣有上线 还有我们亚中杨董谢谢您 有上线 宜欣说两位好 宜欣好 那再来是琼安 我们刚刚那位琼安主播 他说汤老师你很有古典美 是 宜欣也是回应非常古典 再来是我们春茂 春茂姐谢谢您 她是在我们澎湖的志工朋友 我们陈立岳 立岳说 汤老师还有气质 还有我们胡大侠女 Katiyu 欢迎你们上线 张守恒是您的朋友吗 张守恒他是那个 书法教育学会的副理事长 是 张理事长您好 对 理事长您好 张老师您很漂亮很赞很有气质 再来是代言师我们的带总 谢谢您上线 再来是慧婷厂长 我们赵会长 赵会长 谢谢您上线 也是给您问好 大家好 宜欣说好专业啊 这是当然的 是 这个文字艺术真的好有趣 宜欣也是这样讲 真的我们慢慢听宜欣讲 当然这个欣赏有个基本的知识之后 我们就会觉得这个文字艺术 我们再不会是看不懂 会越来越有这个味道 我们再请唐老师继续帮我们讲解 好 那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汉印 所以汉印又跟刚才这个 我们的情印不一样 他就是会把这个文字布满 这个整个印面 那他也没有外面的这个白色的这个口字 也没有填字的 没有这些借格 所以这个汉印他是以历书 作为这个官方文 不是 我们这个汉朝他们 他们的官方文字是历书 那汉印的话 他是 就是汉传继承秦代的传统 略加历书的这个体式 那就是汉代 那这是汉代 尼印好像比赛书容易看得懂 喔对 因为他比又更接近我们 所以他就比较容易让人家看得懂 那他这个汉代的这个历书 他就是把这个秦代的这个赛书 再略加一些历书的这个体式 那所以他大致都存在于一些悲儿理念 或是少数的悲科里面 所以流传的并不是很广 但是因为这个汉传这种 专门用在这个做印章的这个文字 却因为汉印的广泛流传 所以它就流传下来了 然后这种特殊风格的那个文字 印章的文字就叫做缪传 缪传 对 刚刚我们有看到这种字 我们看下一张 也是 这个也是汉印 对 这个也是汉印 对 所以在这个传科艺术里面 这个它是跟它是书法结合这个传科 这样子的这两种东西 然后经历了一个实用的一个艺术转换 变成一个纯艺术的表现的一个历程 书法跟传科都是经过这样子的历程 这样的转换的历程 对 所以我们粉丝们看这个画面 下面有我们看的什么文字 上面其实你把它对照对照之后 大概也都看得懂 比较比传书大传那个更应该容易看得懂 我们看下一张好吗 对 这个是元代的这个朱文印 那元代的朱文印的话 它的风格就是比较秀雅一点 然后它的功也是比较俊美 所以它是走这个功文路线的一个代表形式 那清朝的很多流派呢 就是受这样子的印封的影响 所以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 这个元代的朱文印对传科来讲 是一个很重要的流派 那它起源于宋代 这个虽然它叫元都文印 可是它起源于宋代 它伴随着宋元时期的文人的印章兴起的 那发展到后来元代这个 吴丘妍赵孟福就慢慢成形 然后得到普遍的肯定 对 像我们看到这两个 一个是赵孟福印看得出来 对 另外一个是广纳什么 后面两个字我看不懂 这个我有忘记这个字 可是它这个是观印 对是观印 对这是观印 对 好那我们看看下一章 今天我们要讲的内容很多 所以我们没办法停太久 对 那我们在欣赏一方印章的时候 不管它是弦章还是观印什么的 或是说吉语或是什么剑长章 它关键还是在于印文章法刀法这些要素 那因为这样子呢 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的天赋和他的修养功底 那鑽科艺术呢 它主要是鑽书这种书法和俊科相结合的工艺美术 那它是一种用印章来特定的形式来表现这一门工艺的一个美术 它把汉字的美还有张法的美刀法的美 还有金石自然美融为一体 然后来呈现这样子的表现性艺术 所以鑽科它其实它运含着 我说石去刀去笔去 那你一定要有这些趣味都在这个 你的这个作品里面呈现 那才能够去表现那个可看性 对 这下一张 那鑽科艺术的话 它从明清的流派算起 已经有500年的历史了 那这个从古代发展到现在呢 它以独特的风貌来实现艺术的表现 已经有一个 已经奠定了一个很深厚的根基 那如果追溯到这个更早的话 已经有3700多年的历史了 那它最早的话就是以青铜器为主的周袭 然后银商时代就已经盛行了 这样子的科制的御术 所以 再往下看 这个我们刚刚有大概讲过了 那它就是 我们在讲说 根据史料记载的话 最多的古喜还是在战国时代 那就是战国时代 然后一直到这个 后来这个秦朝 对 那这个古喜的话 它不分官司 它没有分官印和司印 当时也不分尊卑 都称为喜 对 那是由专门的工匠制作 它可能是用鑿的 或是用鑄的 那席文精细章法生动 我们刚刚前面有看到一个 齐一席跟烟席 对 好下一张 那席文有分朱白两种 那 刚刚前面我们看到的 我刚刚有特别讲的就是 那个梁昌的那个 那两个就是 古喜印 那它就是朱文宽编 那白文的话 就会有借格 对 那内容的话就是官职姓名 或是给予销行物的 那古喜的形状大小不一定有 长方形 方形圆形 还有其他怪异的形状 那它古喜是 我们古代人们交往的时候 作为权力的 权力和凭证的一个信物 它反映的就是社会的 生活习俗 或是樸素的一个审美价值 那后面我们是 这个这一段我们刚刚有讲到了 对 就是 我们在安养医区发现三枚类似的食物 对 有人推断古喜的起源就是在这个商朝 对 好 那我们看下一张 好 到了琴带了 对 这个琴带我们刚刚也讲过了 就是在前面的时候我们讲到这个 前字格的这个印章 还有这个日字格的印章 那它最重要的它是 以成语入印 还有这种以成语入印的这个形式呢 也是后世弦章的一个线法 对 对 像我有几颗前章就是用一些成语 成语 对这个好像是我们很习惯的 从那时候就有流传下来 对对对 秦朝就流传下来 是好我们看下一张 那在汉代的时候呢 这个喜印的发展空前辉煌 那也比较明确的就是约定 帝王的印就称为喜 那其余的都称为印 那在观印中有称章或是印章 诗人当中就称性印或是印性 那所以这个汉印无论从内容到形式 都比以前都还要再功夫了 那它是我刚前面已经讲到 它是以虐钻体入印 那这个是跟这个汉代的这个 律书的兴起有关系 它截体简化 笔画平直 那还有这个比较特别的是 汉印它在 它还有一部分是以鸟虫钻入印 装饰性很强 是古代一种美术字体 所以古代就也有一种 比较美化的这种字体 对 美术字体 不是很跟一板野的这种 对对对 那其实这个的话 最早其实在我们的中顶器的 一些名文当中就有出现 就有出现了 对然后战国的时候 一些南方的国家 他们也有流行这个鸟虫书 那因为南方他们是比较 经济上比较富裕 比较富出 所以他们就有这种 把这个 文艺术的起源其中一个是游戏说 所以对他们来讲 他们就有余力 因为经济上比较好 所以他们就有余力 尝试一些审美的活动 所以鸟虫传那时候在南方 也会比较有多 比较多的这个发展 对 可以这样讲就是说 好像如果是说有一种 比较是属于固定的风格 但是这种固定风格可能 所谓的艺术家 他会比较不受这种 格式的拘束 他会可能会做一些变化出来 对 不管是哪个时代应该都是这样 对 所以像我们刚才讲说 这个印当中可以有的时候 到了汉代的话 他就出现这种 秒从书来入印 对 就是一种变化出现 对 好 那我们看下一张好了 我们现在有一个 我们又有一些粉丝 Helen Lee是你的朋友 对对他是一个 流美流霸的钢琴家 是 好像之前他记得有留言 我刚才前面有看到 Helen Lee 因为没有从最开始 你也好棒 亚轩好棒 谢谢Helen 好 那我们再看这一页 汉印 对 那汉印的话 他有柱跟柴两种 那西汉的话都是以柱造的为主 那其中以新芒时期的这个印章制作最精美 那东汉的这个印章呢 以招印最有特色 因为那时候社会动荡嘛 那战乱频繁 所以那个文官的这个调动也很频繁 崩拜频繁 所以印章也来不及铸造 就会在印胚上临时招科 那印文也不加修士 就是所谓的急救章 那我最近还在讲一个八卦 就是那个王玛 他以前曾经因为要娶一个比较年轻的老婆 那所以他就怕人家笑他说 他看起来年纪很大 然后他娶一个那么年轻的老婆 所以他去染髮 最早就 他大概是最早染髮的 对对对 就是把自己白头发短黑这样子 对所以他 他也是一个蛮爱美的人 所以他的印章 在这个时期 王莽时期 他的印章会制作比较精美 也是其来有之 对对对 这个急救章这个成语 可能就是跟印章真的有关系 对对对 就是来不及就赶快 就赶快磕了 对对对 铸造是不是有一个模子来做 对对对他有一个模范之类的 然后就是一般就是用铜铸铸造这样子 所以要由工匠来铸造 先弄一个铜模 然后再来铸造这个脏 所以会比较花时间 对对对对 铸造这个铸造就直接在这个铸石上面就刻了 对然后铸造就会比较精美 是好 我们看下一张 那汉代的铸印的话 它的风格是比较庄重雄混 铸印的话 它就是剑拔其事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 都对后世铸刻产生很大的影响 那上次我在论坛的时候 其实是有放铸印跟铸印对比 对对比 那这边的话今天我们有准备到 对 那那个古代的时候 那个喜印的时候 还出现还有一种风靡 又迷迷 那就是刚刚我们前面讲到的 战国那个喜印 就是像这样 可是我们有把这个 风靡它其实被发现的时候 是被误认为是印饭 其实它是这个喜印使用的时候 它留下印对 因为它是盖在这个软泥上 那干掉之后它就会 人家就会以为说 这个是印饭还是什么东西 那其实它不是 它是印章盖在软泥上的印对 那时候因为那个纸张还没有发明 所以我们古人在这个 都是在简读上写公文 或是记账或是写书信 所以在这个简读的传信往来中呢 为了严守这样的疾命和防止渡文 就会在这个简读上结神醋 把它加上软泥 然后经代这个喜印 这就是所谓的尖 简读就是竹简嘛 对对对 简读就是竹简 以前没有纸张就是写在这个竹简 就是一片一片的这个竹子上面 对对对对 所以这也是所谓的尖 这是我们为什么写信 有时候写到最后边要写一个尖 对就是这个意思 好再看下一张 那古代有一些物品 它封肩也是使用这样的方法 那喜印在泥上的这个挤压 它在风云上形成这个宽边或是套边 在白纹喜印上 这个泥上的这个金盖后 它会出现这个翻白成珠的特殊效果 也是一个不刻意表现出来的一个鼓琢厚重的一个艺术特色 对 所以有时候有些人会用这个风云印这样的风格 来表现它的这个印章的一个艺术形式 对 意料之外 就是盖在这个泥上之后突然有一个特殊的效果出现 对 是好我们看一下一张 那这个三国两季南北朝时代的印章 基本上还是沿袭汉印的行字 那时候那个纸张就开始普遍 因为我们纸张是从东汉开始发明的嘛 所以那时候也开始使用这个朱砂制作的印泥 所以风云就因此就废止了 那用新的这个印泥来盖印章呢 就是所谓的无珠之质 无珠之质就是从这边开始 对 到隋唐五代 对隋唐五代 它就印面加大 那因为要配合这印面加大呢 印文就会曲曲回绕 借以填补那个印面的空隙 可是到了这个宋代它就因为这个印面加大 它曲曲回绕就成为所谓的这个九叠传 那九叠传呢 它就失去了传统传书的这个优美法度了 所以呢 在这个隋唐颂元时代呢 书法绘画都有了这个藏族的进展 嗯 这个是不是像 因为空间有些留白太多了 它变得好像要做一些装饰 可是这些装饰变成是 有点混淆了原来的事情 就是 对它装饰的话 它就会变成比较偏向设计 那它就比较没有那个传书的那些笔法 对 对那些笔法就没有在里面了 所以那个到颂元那时候开始 因为这个文人开始日印 然后也出于这个 我们这个在唐朝开始就有这个 建藏书画的墓地和书画 加在作品上盖印的这种 那就会出现收藏印啊 摘管印啊 闲文印啊 这些印章的这个形式的摄影型 所以这个在使用的这个喜印 向撰科发展的重要环节 就是这个时期 那印章呢 和书画有机的融为一体 印章成为具有文学含义的这个欣赏艺术 与诗文书画相辉印 就称为金石书画 对 就在一些书画 有时候一些画上面会有提诗 在盖这个印 对 这个就是全部的一些艺术作品 都把它交集在一起 对 那这个在中国的这些 印学的这个论作里面 雪骨篇啊 宣河印石啊 吉骨印格 孝唐吉祖录等 古代的这个喜印都有吉录这些 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些 就是跟这个书画艺术有关的这些印章 那比较有名的这个书画家就是赵孟谷 他以擅长科元朱文著称 那也为历代后人所效法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 宋元的话他有很多的诗印 也是出自文人的文人之手 那也很有艺术性 现在我们看到是两方 这个 这个 童子的观影 对童子的 他是朱继印 这种印章叫朱继印 那左边的话是以历书入印 那右边的话是比较是楷书 他是宋朝 那感觉上 好像还是五代比较早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朱继印还比较 比较漂亮好看一点 比较可看性 对 那再来就是说 元代的花鸭印 他也是很有特色的 对 我们看花鸭印 对 这是花鸭印 花鸭印的话他就是 有些字其实他并不是字 他就是有点像我们现在的 朱法 对 他把一些书法的用笔也用上去 可是他就是 故意让这个字没有办法辨识 他有点像个性签名这样子 那只有我有这样子的东西 别人也没有办法 有办法模仿 对 没有办法模仿这样 这是元花鸭印的特色 这也是后代这个 钻科家他们一个 研究钻科的艺术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范畴 对 对 那我们刚刚讲到这个 古代的印章最先刚开始出于工匠之手 那他所用的这个材料都是金属或是玉石 那这种材料的话 他的这个耗损极慢 而且可以垂足久远 这是他的优点 但是他就是硬度比较高 也比较尖色南科 所以呢 其实在古代的印章当中呢 我们也曾经发现石子的印章 在唐宋的这个施印当中 也有石科的印章 那据传 元末这个画家王远 最早采用花鸥石来刻印 然后一直到明代的话 文棚他用灯光石 就是所谓的洞石 对来刻印 那 因为这样他们就为文人和艺术家 用刀刻印开辟了新的天地 也为钻科艺术发展 提供了一个极好的物质条件 原来刻印的人跟所谓的书 书法家是分两边的 现在是书法家自己本身就 也在刻印 对 是不能动 下一张 不能动啊 可能是没变 可以了吗 好 那明代中业的时候印章 发展成独特的鑽科艺术品 在明代中业的时候 印章从实用 书画艺术的部署品 发展成独特的鑽科艺术品 那鑽科艺术呢 原来是比喻书写鑽 鑽字和精心为文 那这个 一直到这个汉洋雄法研 艺术中有提到 童子雕虫鑽科 壮夫不为也 那指的就是说 作妇修辞时苦心孤意地雕章卓具 那这个就是演变到后来就变成 鑽科这门艺术的那个名称的由来 那在明清时代有很多就是很多的这个 对很多人从事这个鑽科艺术 那派别也蛮多 那一般的话 我们就是以鑽科家的籍贯姓氏 还有师臣的关系 活动的区域来命名 那明代中叶到晚期 将近五百年的时间 出现的这个鑽科艺术 最繁荣的时期 那其中呢 明代者的文棚呢 是书画家文真名的长旨 他由以这个鑽科善名当代 他继承和创新这个鑽科艺术 也被后来的鑽科家奉为鑽科之主 他以圆珠为印啊 参与小鑽解体 秀丽典雅最有特色 那刀法名快自如 章法安排的火炬匠心 对 那他以六书为准则的这个主张呢 至今还是鑽科家所遵循的一个法则 那由于那个文棚他倡导鑽科艺术 所以一时弥漫唱开风气 所以在这个文棚 他就起到一个 就是一个主导由 艺术家代替匠人 来这个科艺的一个作用 那他就被称 他是被称称为完派的这个创始者 那和他齐名的有他的学生 他的学生 对 他的学生和正 那和正呢 还有一个和正 对 和正呢他 他和这个文棚是齐名的 那他对于古印这个斑驳残缺的特殊面貌 我特别留意 那鑽科作品是 纯朴清新 囚禁昌润 素以流利 亦典雅无福 而闻名 那所仿的这个 和汉满白文 蒙纳挺拔 昌魂厚境 疏密均匀 所以食人就 再预称说他是 静淡名首海内第一 所以他被誉为 法谷而不弥补的 这个极大成者 对 那我们下面再看一下他的作品 他就称为灰一派 对 他和正称为灰一派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中间两方印都是和正的 对 那他 刚刚我有讲到说 他特别留意这个 古印这个斑驳残缺的特殊面貌 对 那他的这 他这两方印呢 就是汉满白文 就是蒙辣品拔 昌魂厚境 那疏密也都很均匀 对 那刚刚前面还有最右边那一 那一方是明在汪关的 对 他自创白文 刻意去模仿这个汉印 所以也足述一格 对 好 清代 这是最接近我们的这个 我看一下 清代的这个印学呢 盛行的背景是因为那时候 历代的这个金石文物的大量出土 那不少学者就致力于这个文物和古代文字的收集研究 还有住宿流波 那因而扩大这钻科家的视野 对 那清代的话 这下一张 清代初期钻科家已沉睡 醉为出色 对 对 他呢 其实祭朱俭之后 律求变法 以鼓咒终顶入印 尤其禁收秦朱文印的特长 历变文棚合征的旧席 合征的旧席 富有创造性 那白文印呢 司法汉印厚重名念 朱文印喜欢用大传 离奇错弱 自立门户 开创了玩派的崭新局面 那我们下面看他的作品 对 可以看到 左边是他是比较是 汉满白文的这个 汉印的这个风格 对 他我们刚刚有讲到说 他就是白文司法汉印 那右边的话就是说 他的朱文喜欢用大传 对 那就是他把这个秦朱文印的这个特点 把它发挥出来 对 那再来就是冰镜 对 这个清代的这个 这个传科艺术进入新盛时期 里面呢 有比较重要的 比较影响比较大的就是 丁靖和邓时如 那丁靖的话他借古开金 成为这派的创始者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上面这两方都是丁靖的作品 对 那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后面有 708家的这个作品 大概也是跟丁靖的风格 也是就是那样子的风格 那现在呢 我们现在看一下邓时如 邓时如的话他在40岁之前 他都一直在安徽一带活动 所以他的这个风格其实是受到 那边的这个安徽地区这个灰派的影响 那一直到这个40岁之后呢 因为他从事这个书法艺术的这个研究 所以呢 他在回来从事赚科的时候呢 他就把这些书法 他在书法这个领域的体会带进了赚科 所以就形成了一个 他自己的流派的一个风格 我们称邓时如 他就是邓派 邓派 对那魏驾孙平邓时如的书法 赚科为奇书由印入印由书出 然后再来我们就是看这个 蒋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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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们现在讲到的是 西领八家里面的这个蒋仁 他的风格 那大概 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有一些丁靖的影子 尤其是右边的朱尾印 对 黄毅 对黄毅的 他有这个秦印的这个戒格 那你也会看到说 他的这个字的这个布局上也是比较接近秦印 西刚 对西刚 那这个西刚你们看到右边的 他是这个汉印的风格 虽然汉印可是他还是有一些 把一些古碑文的这样的风格带进去 白文的部分 那朱文的部分就是也是有丁靖的影子 对 陈玉宗 对陈玉宗的话 右边就是也是汉印 从汉印再去做变化 那这个朱文的话 他也是 他可能这个 这一方感觉上没有那么多丁靖的影子 可是还是有的 对 陈玉宗 对陈玉宗 对 那大概 这个他的这个 汉印的这样子的风格 我们大概可以看一下 他也是有把这个书法艺术的这个笔法 融入到这个他的汉印的风格里面去 那有一些就是刀法上的趣味在里面 是 对 钱松 对钱松 那我们会看到钱松他这个 朱文印他有一点点带 就是有一点那个赵孟府的朱文印的这个味道在里面 对 好 那所以我们在掌握了这些基本的概念之后呢 我们这个 在做这个 钻科作品的欣赏 就会有比较能够深入了解他的这个内涵 那诗书画他被称为中国艺术的视觉 所以对印章 我们要怎么样子提高或是扩大他的这个欣赏能力 就是必须要去从这些表面的形式去探讨他的记忆法 章法 然后再借由我们学习其他艺术的方法 如观摩书法绘画雕塑音乐文学等 要阅读这些 诸如传科学或是汉译文字真之类的专业书籍 借以提高我们个人的这个艺术修养素质 对 所以我们刚才提到音乐 其实也对我们这样的一个传科艺术 也会起到音响作用 对对绝对会 因为好像我们讲到说 我们其实在欣赏印章这样子作品的时候 要注意到作品的内在的情感空间 那从内到外情感的波动 最终都是要归向于原始的情感 那波尔特佩特就曾经说过 所有的艺术都是在不断的 向着音乐的境界努力 所以当时间和空间形式组合演变的节奏 我们的美的这个感受 就会很自然的 由对音乐的感受 一向对装饰趣味的感受 它可以唤起我们对视觉的欲望 那更激起我们对大脑思维的欲望 那从而触发我们欣赏者的这个艺术想像 那因为我们这个艺术想像的这个部分呢 被激发出来之后呢 的作品就可以达到取经用红 印外求印的这个新境界 那完成的这个追魔古人得高趣 别出心意成意加的这样的创作过程 那最终的结果 就是我们传客艺术在进行冷静的思考后 通过一个艰难的风格蜕变周而复死 反谱归真的这样的一个历策 对 好 那我们这个我们投影店看到 这一小巅方门转回来镜头 他其实刚刚也是在最后能结论就提到 其实我们一开始在专访的时候就提到 亚璇本身他就有从小有学习这个音乐的背景 那虽然现在是主要表现在书画跟传课 当然艺术好像跟音乐没有关系 可是这个刚刚沃尔德那句话也是让我们带回到 就是说说艺术慢慢慢慢都好像都有这个音乐的影响力在这个底层 对 而展现出来的 这个音乐的节奏啦 律动啦 对 这个都其实不一定是绘画 还是把它区隔成绘画 或区隔成书法或区隔成传歌 其实这些都是融通的 那我们有时候讲出什么跨界 那实际上对你来讲也许都是一体的 对 就是他们还是有互相的关联性 对 那今天真的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也是延长了大概十五分钟了 那可能观众朋友们又会见 我们还是有蛮多粉丝朋友 像怡心她还是有留言说 有律动有节奏的传歌艺术 那其实 我们应该要最后来看一下我们怡心的作品 这个今天她刚好有带来这一个 这一个 这一个 这也是 是 这个亚轩的作品 不是 刚刚讲得快了 那个我们请小妹帮我们照一下 这是那个亚轩她自己的传歌 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欣赏看看这个 跟刚刚这些古代的传歌 它有什么样的一种 相似之处或是相亦之处呢 那这个我们就没有办法去细讲 我们只能说让大家去一领神会了 好 那今天我们也很高兴能够邀请到那个亚轩来接受我们专访 最后呢 我们要用四个字来为我们所有观众 所有粉丝朋友们献上最大的祝福 这个四个字叫大愿大行 什么叫大愿 愿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愿望 希望能够实现 那我们呢也希望这个实现的过程当中 就是一步一脚步 所以就是要去实践 那这个就浓缩成四个字 叫做大愿大行 我们用这四个字来祝福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都能够大愿大行心想事成 那我们双手合掌念三次 三称 大愿大行 大愿大行 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 那我们跟观众朋友们说声 谢谢您 下周再见